不是 我就不信了 我三十天找他一个 当然没有 我老公 我们从认识到结婚 就二十八天 我根本不了解他 我认为他是 他老公就住在我们院 不能说了 今天这个隐私暴露太多了 但没关系 老公 我要说你 我跟我老公从认识别人介绍我们 认识到结婚就是二十八天 因为我老公太帅了 你知道吗 而且特别有文化有知 我老公知识非常渊博 然后我就觉得我就逃到宝了 你知道吗 我跟大家说 我就从三十七岁生日 开始跟着你走了 我的一生不会再离了 然后我们结婚的那一天 你就这样 要是在那个登记座 我说你就 封想再逃过我的首先 因为离婚对我来说太可怕了 我觉得就是把我的肠子肚子冲出来 再重新放回去的那种肝肠寸断的感觉 幸福不是说 就是你们在一起有多好 幸福不是你们有多合适 幸福应该是你们如何处理你们不合适的地方 我觉得 第一是需要坚持的 坚持完了 你才能到那个像初恋那样美丽 那个是需要坚持 智慧 否则的话 你永远都是一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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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